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呢 看了一篇 由少云老和尚 讲述的 妙怜老和尚 念佛 亲见阿弥陀佛的 不可思议的境界 今天墨学就把这个故事 供养给大家 同瞻伐喜 以下是 少云老和尚的讲述 在1997年 我和一成老和尚 等八个师父 到台湾去传戒 妙怜老和尚 请我们到日月坛 去看看 妙怜老和尚就住在日月坛 边上 是南头区 他的道场也叫灵岩山 他原先在香港没地方住 有军事给他搭了一个毛棚 他总共毕了21年的关 三年一个关 那就是七个关 当他闭关闭到十年以后 他打了一个波周期 所谓波周期就是不坐不睡 只是站拜行绕 那天我们两个聊天 我就说老和尚啊 你的香音蛮重的哦 你是哪里人啊 他说 我是安徽曹湖人 你的香音和我的差不多 你是哪里人啊 我说 我是寒山的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 哎呀 我今天在这里见到老乡了 他相遇故人 他异常的高兴 我们的话自然就越说越多了 我说 听说你在香港 毕了21年的关 他说 哎呀 我是没地方住啊 就只好毕关了 我又说 听说你在关里 打了十几个波周期 得到念佛三妹了 他说 念佛三妹啊 还谈不上 只是遇到了一些境界 我说 你老人家就把境界 讲给我 听听如何啊 他说 打地十一个波周期的时候 外面下了四五次的雨 香港地区天上没有云 可是说下雨 马上就下 下完了 立马天就晴了 那一次有个居士 把我的衣服洗了 打招呼说 我把你的衣服洗了 挂在了门口 要是下雨打雷的话 你就把它收一下 当时我在修波周拜佛 念南无阿弥陀佛 拜下去 刚起来 就不知道自己是站在哪里了 也看不到自己的家 这怎么搞的呢 这怎么搞的呢 再一看 就看见阿弥陀佛了 尽虚空 变法界 周围上下 都是阿弥陀佛放的光 而且 还向我微笑 当时 我的身心啊 不知怎么的舒服 感到自己 像红毛那么轻 半个小时以后 境界就消失了 那个时 外面下雨 我一点都不知道 打雷也听不到 后来 帮他洗衣服的居室 跑回来 在外面喊 老和尚啊 叫你把衣服收回来 你怎么不收啊 你看 衣服都淋湿了 妙老就说 哦 外面下雨了 居室说 又打雷又下雨的 妙老说 我没听到呀 居室说 打雷打得那么响 你都没听到啊 妙老说 我确实没有听到 我还能打妄语吗 所以真正得念佛三位的人 你只要停留在那句佛号上 外面打雷刮风 你都听不到啊 你就念一句佛号 听一句佛号 你也会什么都见不到 就见到阿弥陀佛 我和老人家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老人家一再说 一句佛号也不容易啊 关键就是要 看得破 放得下 妙老说 我也是不得已的呀 到这个庙里 住不得 到那个庙里 也住不下 我只好在街上画饭吃 我带着蒲团 晚上只好在人家门口 走廊 打个座 有些居士晚上出来看到了 哎 这位师傅晚上天天在这里打坐呀 他们就问 你是大陆人吗 是啊 你没有庙啊 我没庙 庙里也不挂我的单 又不让我住 居士们就说 哎呀 那我们帮你搭个茅棚吧 他们讲的茅棚 是瓦盖的 有上下三层 居士住的没多远 在家把饭做好了 送给他来吃 我们这几年 年年去香港打漆 去过他的茅棚 现在住的茅棚更大了 在大禹山那一带 所以你们讲念佛 真真正正想往生极乐世界 我以庙连老和尚的这种修持方法 值得我们学习 他老人家挂不上单 又没庙住 没办法 只好闭关 情况一急 他不得不放下了 白天在街上画饭吃 晚上就在门口打坐 香港那个地方 没有定力 根本不行啊 这是他的命运 也是他的助到姻缘 通过这个庙连老和尚 通过这个庙连老和尚得到了念佛的波周三昧啊 我们就知道了 一切都在欲缘不同 对我们修行来讲 不分逆境顺境 逆境 更是我们最好的助缘 更容易出成就 更容易得到 也希望庙连老和尚的这个故事 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虽然当时困难重重 越是在逆境中 我们才能得到更好的历练 无论是生活中 家庭上 工作上 也碰到了诸多的困境 诸多的障碍的时候 比如说 骂我们也好 给我们穿小鞋也好 家人障碍也好 无论怎么样 只要我们到心不退 我们都可以想办法去解决问题的 佛力一定会加持 想想妙连老和尚 在这么苦的情况下 都能天天在外面坐着打坐 最后还能得到了波舟三昧 你想想 这是多大的毅力啊 如果我们每个人 在修行的路上 都能向这些高僧大德们学习 老实真感 一句佛号念到底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红阳法布施 喜欢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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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